專車道府接送 讓行動不便的長者 不用在自己四處奔波 開啟台中長照APP 台中長照即時通的APP 已經超過兩萬六千人下載 APP操作的介面很簡單 可以線上直接申請長照服務 讓影法逐失能者以及家庭照顧者 都能夠輕易查詢長照服務資訊 28號新增長照接送 再加動動手指就能夠預約 現在手機了 腳踏步機了 手八八 七十三歲張爺爺直呼方便 因為不管是就醫、疫苗接種、實質據點 還是日照中心 APP訂專車接送都OK 我可以看到他出發了 然後什麼時候到了 那我趕快去等他 對 這個對我而言就很方便 你可以掌控時間 專車抵達時還會用簡訊提醒 接受長輩在外等待的時間 這一些便明的服務 也讓台中長照服務據點數 排名全國第一 我們現在已經在計畫中 包括我們民眾的居家的醫療 居家的長照 居家的心理諮詢 還有居家的這個藥物使用等等 我們要做一個全人照護的努力 今年衛福部補助超過65億元 讓台中長照服務數位化更加完整 希望能促進長輩的健康 同時也能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請預備新聞將軍離散台中場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